Hi , 大家好 , 又係我 Patrick 好快又過了一個月 我在這裏又同大家講金 這集我繼續用基本因素 同大家一齊分析下 有什麼事影響金價 大家一齊睇吓 最近我發覺我留言區 有些招覽和不實留言 他們都説有什麼必勝方法 有內幕消息 同説自己平台監管得很好 想大家同他們一齊投資 我已經將這些留言舉報給YouTube 同説我見到這些留言 我都將它們刪除 但是這些留言實在太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以防被騙 我們先睇吓聯儲局過去一個月有什麼新政策 在8月27號聯儲局有一個重大政策轉變 這個叫做平均通脹目標新政策 他説容許通脹一段時間 息度高於2%水平 以支持勞動力和市場經濟 這意味著聯儲局將未來幾年都不會加息 這個新政策當然對金價有利 究竟現在美國通脹率是多少 這張圖就告訴我們 原來在2020年1月至7月 美國通脹率是1% 其實我睇到白威爾都束手無策 所以現在他出口術 用通脹政策來刺激經濟 其實應該經濟好 失業率低 這才有通脹 現在美國市場已經是違反經濟理論 跟住同大家睇吓美國失業率 美國失業率有些回落 他在4月份高位14.7% 慢慢回落 到7月尾 失業率去到10.2% 這樣其實失業率仍然都很高 好 現在請大家幫幫手 請給點贊我 按下小鈴鐺 如果你未訂閱 請你訂閱一下 在右上角有我Patreon的戶口 歡迎大家加入我Patreon會員 多謝大家支持 好 現在繼續 8月14號 巴菲特公司文件顯示 他削減了富國銀行 和摩根大通的股份 和他將高盛股份全部沽出 他做一件事令市場很获然 就是他買入了一間多倫多巴里克黃金公司 叫做Barrick Go 1.2% Barrick Go 1.2% 用了5.6億 我睇到這間公司 在2010年12月股災的時間 公司的股價是上到53.18 這樣如果在大選之後 真是發生股災的話 這間公司的股價可能會翻一翻 和升一倍 好 大家一齊睇吓美國股票有幾癲 右手邊這個圖 是蘋果公司6個月裏面的股價 在過去6個月 他的股價由217元 升到498元 升了229% 我們再睇吓右手邊的圖 由於這麽多股民支持蘋果公司 蘋果公司用了42年 股值上到1萬億 但由於股市暢旺 在最近2年 他的股值已經升到2萬億 這樣大家一定可以看到 美國股市幾麽泡沫 這樣聰明錢 這張圖告訴我們 自從5月以來 很多公司的CEO 和所謂內部人士 已經拋售500億美國股票 這間 Investment Research公司 他們說 接下來8月 亦都估計有150億股票被拋售 這個是自從2006年到以來 內幕交易速度從所未見 聰明錢已經減持美國股票 大家都可以睇到 目前支撐著美國股票 都是那些散戶 我們再睇吓 索羅斯說 這是他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最嚴重的危機 我們陷入了美聯儲流動性助長的泡沫 和華爾街很出名的重量級人 Ray Delio 他說中美緊張的局勢 終於會導致資本戰爭 會令到美元大幅貶值 如果美元真的大幅貶值 金價自然水漲船高 講開美元貶值 我們睇吓美匯指數 3月中 美匯指數大約是1803 一直下跌 到8月28號 就是92.87 今年在高位已經跌了9.8% 但是專家說 美元還有機會貶值 20-30% 好 大家一齊睇吓支持金價上升的原因 首先就是息率和匯率 QE大引銀子 繼續導致美元貶值 聯儲局維持利率接近0 到2022年 但現在可能會更長 這個是導致美元會貶值 由於平均通脹目標新政策 通脹率大於2% 未來幾年都不會加息 隨著通脹增加 金價亦都會上升 跟住經濟 聯儲局雖然購入垃圾債券 延遲到年底 仍然都不可以揭指公司倒閉 散戶繼續購入質素很差的公司 股市的捧活越來越大 由於大選在職 股市向下調整的機會 會延遲到總統大選之後 失業率雖然比4月減少了 仍然很高 復甦的新經濟和疫情 有很多不確定性 跟住是聰明資金的部署 黃金已經出現牛市通道 聰明資金仍然留在黃金市場 巴菲特買入公用股和金礦股 CEO和Insider 在5月持續拋售500億美元股票 估計8月份 仍會繼續拋售多150億美元股票 目前看起來 在總統大選之後 股市出現大跌 機會越來越大 金價當然極有可能 會升到上4000元一盎司 這個圖是有作出的估算 在2025年 黃金極有可能 升到上4000美元一盎司 最後 都是我那句 變幻才是永恆 究竟 金價會不會好似我這樣講 大家就拭目以待 最後 我在這裏多謝大家支持卡瑪頻道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請按下訂閱制 還有請給個點讚我 還有希望可以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好 下次再見 拜拜